布施现在讲到慈戒 师戒顺天之法 这是布施慈戒 那么是幸福美满的方法 克己以利他 坚忍慈禁戒 现在讲到慈戒 布施慈戒是伯陀 最常为在家众讲的 现在要说到慈戒福业 布施福业跟慈戒福业 是幸福美满的 那么布施主要是牺牲身外的财物 来利益众生 是极有价值的德行 但还不是很难得的 子二行善达到自心的亲戚 为佛法的重要 所以比施者身外物更为施胜 就是戒 那布施是把你拥有的东西 那么给需要的人 或帮助其他的人得到利益 那么这个对有钱人来说 这个不难 但对穷人当然就不容易 穷人也有穷人可以布施的 但是还有比布施更难的就是 你能够克制自己持戒心境 那么这一点很明显的 比如说你要让一个人 有钱的企业家捐钱 这个不困难 捐给政治 捐给慈善团体 捐给宗教 这个不困难 他有的是钱 但是你要叫他持戒 这个就很难了 你要叫他不喝酒 这一点就很难了 你要叫他不杀生 不偷盗 不偷盗不邪淫 这个有一些还容易 但是有一些也困难 叫他不杀生 甚至叫他吃素 吃素不一定是杀生 就是不杀生 但是就是你要叫他做这一些 他可能就有一点困难 所以持戒明显 比布施还要困难一点 好 所以他这里讲 戒是从克制自己的私欲 就是说我可以 但是我不做 我能做 但是我不做 那布施是我所拥有多余的 或是我有多的 我可以给别人 达到世间人和乐善生的德行 就是和乐就是跟别人 能够彼此和和快乐 生起这个善行 就是从克己以利他 前面是布施以利他 现在是克己以利他 克制我自己的私欲 然后来利益别人 持戒怎么可以利他呢 我们来看 如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这个是跟布施做比较 布施是 比如说我们讲给他一碗饭吃好 那么我在有饭的状态下 我才能给他 我给他一碗饭吃 那么我帮助他度过这个饥饿 那持不道戒 现在从持戒人来讲 不是今日不道 明日不道 也不只是不到张性皇性 而是从此以后不到取一切人 一切众生的持续 所以他的范围扩大 布施很难得这么大 我共有这个人共有那个人 他的心不一样 我就是我这个钱 我捐给这个 偷到 就是说 不偷到 我不只是不到这个 我也不到那个 我不只是今天不到 我明天也不偷到 他是尽行受的 他是一种长期的 那么要朝向一个目标前进的 那么布施可以是偶尔兴起的 我忽然 我忽然种到乐透 像很多人常常这样 种到乐透 得了两千万 我借一百万给谁 借一百万给谁 他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 持不到戒 是对一切人 一切众生的资产 给予安全不侵害的保障 这个是誓言 我不偷到 我不是今天不偷到 明天不偷到 我不杀生 我不是今天不杀生 明天不杀生 我是一切死都不杀生不偷到 对一切人 一切物都不杀生不偷到 是这样子的 如不邪影 不是限定某些人 而是从此以后 对一切异性 绝不以诱惑 强暴等手段 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而破坏其 争操 破坏其家庭的和安 所以 佛藏五戒为五大师 这个是 我一本就叫做五大师 接近就专门讲这个 就五种大布施 这是你可以克制自己的私欲 其实就是一种布施 这种利他的功德比布施更大 更有高尚的价值 那慈戒比较容易立即拥有的果报就是贵 布施拥有的就是负 负任贵 那慈戒就比较有威得力 从你的贵 你就自然能够得到福报 权利 大概说 布施容易得到负的果报 负有 就是负 就是负 知趣 负有这个知趣 那么慈戒 就容易贵 就是贵包括你的 你长的庄严 你身在有 有权势的家庭 你容易得到 贵就容易负 贵就容易负 但是负不容易 负不一定会贵 就是你说你是贵族 贵族拥有的东西就一定较多 你是国王 你是岔地利 你是那种贵族爵士 你就自然容易 比较容易的 相对来讲 贵就比较容易负 但是负不一定会贵 负不一定会贵 那慈戒 慈戒 不施慈戒就是容易负贵 就是负贵尊荣 好 所以他这里讲到 这个慈戒利他的功德 比一般布施为大 因为布施的对象有限 慈戒的对象是普遍的欠 但是他是比较属于 比较 看起来是比较属于消极性的 就是我不去侵害他了 我不去伤害别人 我不去偷别人的钱 但是我也有可能 也有这样子 我不去扎别人的钱 但是我有钱我也不给别人 所以慈戒的人也有可能不布施 很欠贪 也有 也有可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的力量就会稍微损減一下 所以这种人他就可能 你持戒持得很好 但是你也欠他 你不布施 那你可能就会生在有钱人家 但是有钱人家 但是他 这个有钱人家撞到弱的时候 就是他的权力已经没有了 已经走下坡的时候 你才出现 那你就比较别那么富 就会变成这样 因为他欠他 好 受持戒行 要克制自己的私欲 所有要坚毅的决心 就讲到这个行 要坚定 所以有一些人 很可以布施 但不一定能持戒 真的 就有很多这种 特别是那些欺验家 你叫他借多少钱他愿意 但是你叫他念佛 叫他禅修 叫他持戒 对他来讲很困 非常困难 忍受种种的考验 忍受艰难困苦 忍受外来恶劣环境的幽默威胁 强迫 忍受内心的私欲 而不浪和胡闹 甚至要有您持戒而死 不悔戒而生的决心 就不容易 要这样坚忍的克制情欲 克服环境 才能持戒而保持 禁戒 就亲近戒恨 不至于毁犯戒恨 不至多年的持戒功德 尾余一旦 那这个就是你犯了 但是基本上 也并不是犯了一次就 这个戒就没有了 要看你怎么犯 犯什么 比如说不杀生戒 举个例来讲 不杀生 基本上并不是说我杀过一只蚊子 我就 我这个杀就破了 没有 不是 他有所谓的根本阶 比如说不杀生是以不杀人为主 那么其他的动物当然也是杀生 也是要有杀罪的 但是并不会因为你 你杀了一只蚊子 或是你杀了一只老鼠 杀了一只蟑螂 那你这个杀阶就破了 并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但是你犯了你就忏悔 忏悔就可以夺心戒 但是你不能说说犯 一直犯 因为只要犯 你还是有罪 那这个是 这个是 杀生是以杀人为根本 那布施也一样 就是 杀人的罪是比较重的 杀动物又分 就我们前面讲过了 杀动物又分 杀那个比较高等的动物 比杀低等的动物 最重一点 比如说你杀狗杀猫 杀一只象 跟杀一只蚊子 杀一只苍蝇不一样 那个是不一样的罪 好 以己堕他且 莫杀莫行葬 悟道悟邪语 悟作虚狂语 饮酒败重得 佛子应受此 这里讲到戒 就讲到五戒 基本的五戒 在佳人基本上就是两种戒 那现在有三种 五戒八戒菩萨戒 这个是在佳受死的戒 现在讲的这个 因为大圣不共才讲菩萨戒 这里是五圣共 人天无霸的就讲五戒八戒 好 那这里讲到三类戒 五戒八戒十三戒 这是武政共法的戒德 先说五戒 为什么要慈戒 而且有些人不了解 慈戒的意义 而只是羡慕慈戒的功德和慈戒 这虽然是好事 但是不是理想 就好像有些人不了解 布施的真意 只是希望得到 布施的功德和布施 这也虽然也是好 但是也是不理想 类似像这样 所以你都要就好像 你不知道念佛的意义 那只是希望得到 念佛的功德 所以你就要去念佛 虽然也是好 但不理想 你不知道诵经的意义 你只是希望得到 诵经的功德和诵经 也是好 但也不理想 道理是一样的 好 那么现在 佛说阿含经法俱经到大圣经 都说明以己堕他情 就是你自己想就知道 不用别人讲 叫做以己堕他情 想想你自己就好 就知道你应该怎么做 这个不用别人讲 那什么意思呢 因而自愿克制自己情欲的德行 就是以己堕他情 俗话叫做将心比戒 就是以己堕他情 就是以己堕他情 你设心处定 想一想 如果你自己 别人对你这样 你愿意吗 如果你不愿意 那你就不要这样对别人 这个孔子叫做什么 叫做树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这就是这个道理而已 我们叫做将心比心 这里叫做以己堕他情 就是这样 好 他说以自己的心情推堕别人 就是一切众生的心情 今中称为至通之法 自己想就知道了 不用别人讲 自己想就可以想得通 就可以知道 通打人 很简单 杀身 有人打你你愿意吗 你会很高兴的 不会 那你就不要打别人 有人要杀你 你会很欢喜吗 你愿意吗 那你不愿意 那你就不要加注在别人身上 很简单就是这样 杀到遗忘都是这样 所以 这个经 杂阿阿 杂阿阿经里面 就收到这个叫做自通之法 那 儒家叫做素 其所不亦勿施于人 是 素是什么 你自己想 儒心 你将心比心你就知道了 就好像你的心是这样 所以叫做其所不亦勿施于人 什么叫做素 有人问孔子 可不可以不要讲那么多 讲一个字 讲一个字让我修行就好 讲那么多我记不了 好 就这个字素 那什么是素呢 其所不亦勿施于人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五戒 这四种戒 杀到遗忘 宗教上基本上都是这样 就是杀到遗忘四条件 再加上饮酒 饮酒后面会讲这是遮戒 遮止要照杀到遗忘 所以 其所儒心自通之法 自己自己就可以明了的 不用别人讲自己想一想就知道了 自通之法 所以素就是如心 如自己的心 然后这个将心比心 很简单 将心比心 这里叫做以己渡哈勤 他所谓将儒家的素道 一样 如经上说这部经 导师引用的这部经是 南传相应部的 预留相应经 相应部里面的 预留相应 出国的 它说 我欲生欲不死 欲幸福欲避苦 若有破此 欲生欲不死 欲幸如欲必古之 我之生命 我想要活 我不想死 我想要幸福 我不想要痛苦 如果有人不让我活 要我死 不让我幸福 要我痛苦 这个难道是我要的吗 我不要 那既然我不要 所以破就是不让我幸福 不让我活着 不让我幸福 要我痛苦 不让我活着 要我死 那当然那是我要的吗 那当然我不要啊 只为我之所心爱人 那我不要啊 若为我所不喜爱 如果这个是我不爱的 那么我去要让别人死 让别人痛苦 让别人不幸福 别人也一样不喜欢 不需要 不喜欢啊 不要啊 所以只要是自己不喜欢的 不快乐的 那就不要把这种不喜欢 不快乐的东西建立在别人身上 而去伤害别人 他讲这个道理 孔子说的起手不欲勿施欲了 就是恕 孔子在解释什么叫做恕 就是起手不欲勿施欲了 那杂阿含经是说 若有欲杀我者我不死 相应部讲的更 这个翻译虽然是比较白话 但是反而不是那么容易理解 杂阿含的还比较好理解一点 南传相应部相等于北传的杂阿含 他说什么叫自通之法呢 就是杂阿含经 那我们不知道导师为什么要引用相应部的 不引用杂阿含的 杂阿含的还比较容易明白 那他说杂阿含经叫做自通之法 那什么叫做自通之法呢 他不明白导师为什么要引用相应部的 他说若有欲杀我者我不行 这种方式还比较好懂 我若不行 我若所不行 我若因为他杀我不欢喜 他亦如是 那既然这样云和杀别 那为什么要杀别 为什么要杀他 做事绝语受不杀身 这样知道 自己想就明白了 做事绝语 这样想了之后 那么你自己就知道 我不可以杀身 做事绝语 受不杀身 不乐杀身 不乐杀身 然后后面不喜 一样 我若不喜 我若不喜 人道与我 后面杀道一望 都一样 我若不喜 人欺我欺 一样 杀道一望 都一样 你就不行了 这个 北传的杂案 看起来还比较 比较容易懂一点 那导师引用的这个 这个经是南传的 经 这个是南传的相应部的经典 就是南传的杂案 所以他这里讲 这个就是孔子说的 其所不亦勿施于人 在解释这个数 耶稣也说过 这个是圣经的 马太福音里面 有几个福音 对我这么讲 他说要别人怎么样带你 你也要怎么样带人 他的标准本 我去查了一下 他们说标准本是 标准的翻译本 他是说 你们希望别人 怎么样对待你们 你们也应当 怎么样的对待别人 这是统一标准的翻译本 圣经的翻译本 马太福音里面讲到 他说因为这个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同样讲这个道理 同样就是戒 但是基本上 那沙道淫望是 沙道淫望是所有宗教共同的戒 是所有宗教共同的戒 那不同的宗教还有不同的戒 那佛法是重智慧 所以戒酒是放在里面 佛教对酒也很 也戒得很厉害 但是佛教徒基本上是不能喝酒的 佛教徒不喝酒不吃吃肉 但是佛教徒 基本上是在国内不喝 出国都是喝很多 很多是这样 那佛教徒基本上不喝就不喝 不但在有人看到的时候不喝 没人看到的时候他也是不喝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 人与人间的正常道德 不难从这以己度他的意识获得 他说但基督教的道德是从爱神的前提中得来 就是基督教为什么要受识戒 为什么要识戒 为什么要修不思 基本上他的前提都是因为 要把荣耀国以上帝 他是爱神 那神教我们要爱人 所以我们听神的 我们才依神的爱人 当然我们也听佛的话 但我们重点不是因为爱佛 是因为佛教我们慈悲 我们真的去要慈悲待了 是这样 我们不是把 我们不是要把我们修行的功德 要归给佛 不是 没有办法归 这个重心不一样 那前面讲到疾守不义无私于人 这孔子讲的 这个是子供问的 这子供有一天问孔子 有没有说 有没有说讲一个字 或是一句话 我一辈子就修这个就好 我不用修那么多 那孔子就跟他讲 有 就一个字你一辈子修 就修不完 恕 那什么叫做恕 其所不亦勿势于人 其实就是像这里讲的词戒 就是 杀到瘾 不要杀 不要盗 不要瘾 不要忘 这个 你不喜欢别人 侵犯你的 侵犯你的这个妻子或先生 那你也不要这样 破坏别人家庭 不喜欢别人破坏你的夫妻的感情 破坏你的家庭和乐 你就不要去破坏别人家庭 不喜欢别人骗你 你就不要去骗别人 不喜欢别人骗你 你就不要去骗别人 你也像这样 那自己厌苦求乐 别人与我一样 讨厌痛苦 希望获得快乐 别人也一样 讨厌痛苦 希望获得快乐 所以不要把自己 不喜欢的痛苦 横加在别人身上 那么怎么可以夺他人的喜乐 增加他人的痛苦呢 怎么可以不同情别人的喜乐 不救去别人的痛苦呢 所以这个以己作他前 这个法帝经里面就讲 一切拒刀杖 一切兼未死 你打他你骂他 那么你要被打被骂吗 一切拒刀杖 一切兼未死 不害怕死 以己堕他前 就是从这里来的 莫杀莫行战 不要杀害他 不要伤害他 不要打他 杀害跟伤害 过杀 过杀 莫行战 现在可以打 所以他這裡講 怎麼可以讀他人的喜樂 如果增加他人的痛苦 怎麼可以不同情別人的喜樂 不救濟別人的痛苦 佛教與樂拔苦的慈悲 慈是與樂 悲是拔苦 給眾生喜樂 然後去除眾生的痛苦 你現在反過來 奪取眾生的喜樂 給別眾生痛苦 當然這個是不好的 而且會對你造成不好的影響 會有副作用 會有後遺症 慈悲其實就是積極的 積極的這個戒更積極性 而不是消極的而已 我不但不奪取他的喜樂 我還要給他喜樂 我不但不造成他的痛苦 我還要拔除他的痛苦 所以慈是娛樂 悲是拔苦 慈戒基本上是不對 不奪取別人的喜樂 不造成別人的痛苦 它是比較積極的慈戒 慈悲 與一切眾生樂 慈是娛樂 悲是拔苦 那麼戒就是 我不奪取一切眾生的喜樂 我不但不奪取他 而且我還要給予他 他沒有的喜樂 我給予他 他有的喜樂 我不奪取他的喜樂 悲拔苦 我不但不造成他的痛苦 他有的痛苦 不是我造成的 但是他有的痛苦 我想辦法解除他的痛苦 這個當然是在慈戒的 在慈戒的層次上又提升 那不一樣 慈悲就是站在這個精神上 在向上 在向上再提升 與樂拔苦 那慈戒是 我不奪取他的喜樂 我不造成他的痛苦 慈悲是 不但不造 只但不奪取他的喜樂 還要給他更大的喜樂 不但不造成他的痛苦 還要拔除他有的痛苦 那這個是不一樣 好 所以他說 佛教 大聖 尤其是大聖佛法講的 這個慈悲與樂拔苦 就是這種精神的實踐 那與一切眾生就變成 大慈大悲 沒有平等的 沒有平等 沒有差別的 沒有限制的 給予一切眾生 無限的 無上的 喜樂跟拔苦 這個就叫做大慈大悲 所以才有先出祈求 先出義務 那麼 所以克制自己的情欲 而慈戒 不是別的 就是自通之法 我們剛才講雜案 沒有講自通之法 我不喜歡的 我就不要照給 把這種自己不喜歡的 帶給別人 本於慈悲而自願慈戒的 這真是現世樂 後依樂的法型 得兩世樂 現世後世 得兩樂 五戒是在家的善男子 善女人所因此的戒律 善男子叫做優伯社 善女人叫做優伯女 社是男 優是女的意思 那優伯就是善的意思 那優伯禁是戒 這雖然是家庭本位的戒德 但戒德的基本原理 側上側下就是菩薩戒 沒有另外 所以在家有三種戒 五戒 五戒 這一個八戒 菩薩戒 那這裡講多了就是講菩薩戒 但是大聖佛法講慈悲 其實就是這種精神的發揮 慈悲的發揮 那更徹底 就是提升的 更親近而已 那菩薩戒會在後面那邊 大聖佛法那邊 五戒都是本於於己多他情的 第一莫殺 就是講五條殺生 不殺生 就做莫殺 不殺生戒 無論是自己動手 或是他能動手 自己動手就做自殺 那不是我們一般講的自殺 自己殺自己 不是 自己去殺 叫做自殺 那現在我們 你在經典裡面看到自殺 是自己去殺的 叫做自殺 那一般人講的自殺 就把自己殺掉了 去自殺 自己動手去殺 或使他能去殺 叫做叫他殺 自殺叫他殺 劍殺水洗 這三個 製作 叫他做 劍作水洗 這三個 都有產生影響力 那自己做影響力最大 叫他做 一樣有 然後看到別人做 喜歡其心 一樣有 自己布施 功德最大 叫別人布施 也有功德 然後看到別人布施 自己沒有布施 也沒有叫別人布施 但是 看到別人布施 喜歡其心 也有功德 但是自己布施的功德 比較大 自己殺身 功德 罪業比較重 叫別人去殺 也有罪 看到別人殺 喜歡其心 也有罪 所以就 基本上業是這麼來的 是做 叫他做 劍作水洗 所以 他這裡講 使他人去殺 或是同意 同意就是 他去殺 你沒有表示意見 你同意 或是你默認 甚至是 你也沒有同意他 你也沒有叫他殺 但是 你看到他 其實你沒有歡喜 早就應該把他殺了 你也喜歡其心 這個其實 也是有殺心的 也是有業的 也是有罪的 斷了眾生命 就是殺身 那殺身 基本上有一個前提 戒裡面 第一個 他重點 第一個 有殺心 如果你沒有殺心 你是誤殺的 那也是 也是有影響 但沒有 沒有殺身的罪 你不小心的 你走路不小心踏死的 你也不知道啊 那 這個是沒有殺罪的 但是還是有影響力 誤殺的 但是就是沒有那麼罪 所以沒有這種 有殺心 起方便 你知道的 故意的 這叫故意嘛 故意然後去造作 你用刀 用什麼 反正你有方法 用水用火 把他燒死 用水把他淹死 用電把他電死 用刀把他砍死 反正很多種 起方便 第三個 是眾生 比如說 比如說 你要殺人 結果一刀砍下去 那是 那不是人 那是 一棵樹 黑夜你看不見嘛 你以為是人 你砍過去 結果是砍到樹 雖然你也有殺心 你實際上也拿刀去砍 但是你沒有砍到人 不是眾生 沒有命 那這個也沒有殺罪 但是你還是有煩惱 那 第四個 命斷 你砍人 但是他沒有死 那還是有殺罪 但是他沒有殺生 沒有把他殺死 命沒有斷 你只是害 你只是害他 就是傷害他 你不用殺害他 傷害跟殺害不太一樣 那罪不一樣 你斷他的命 這個罪比較重 他命沒有斷 你本來是要斷他的命 但實際上他命沒有斷 你還是有殺罪 但是你沒有那麼重 那 這四個都有 你有殺心 如果你沒有殺心 你不小心的 他命斷了 那還是有罪 但是這個罪比較輕 你有用法 你有用法 然後把這個 把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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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錢 是病 然後殺死了 那麼這樣就造成所謂的殺罪 好 所以他這裡講 撞了重生命 就是殺身 就算你有殺心 那你的方便就是 不是你自己殺 你叫別人 去殺那個人 結果那個人真的被殺死了 被那個人 你叫去一個殺手殺死了 你還是有殺身罪 就是 你還有教授他去殺身 你自己本身也犯殺身罪 那個去殺人的人 也犯殺身罪 兩個人都犯殺身罪 他就是殺身 叫他殺也是 不過不存心的誤殺 雖要負責任 誤殺也有誤殺的業 誤殺也有誤殺的業 但是沒有殺身罪 但不承重罪 所以他還是有 但是沒有重 就是說他沒那麼重就是了 在殺害眾生中 當然是殺人的罪業最重 這個就分 六道裡面 你能殺的比較重的 千萬殺不了 鬼有些可以 有些可以殺鬼 那比較多的就是殺人 跟殺畜生 地獄的你殺不了 地獄的你沒辦法殺 而且地獄的殺不死 第一的就怕不死 死了又烘起來 死了就烘起來 他業果沒用盡 他不會死 所有眾生都怕死 只有第一的人怕不死 他不會死啊 他很麻煩 他死不了 所以一直受苦 一直受苦 我們太苦了 有些人就 要了結生命啊 就不苦了 地獄的人沒辦法 他沒辦法了解啊 那業沒有盡 他沒辦法了 所以一切眾生都怕死 一切眾生都怕死 除了地獄的眾生 怕不死 那地獄的你也沒辦法殺他 那鬼道的眾生 可以 但是不容易 你要殺鬼是不容易的 要有特殊能力的人 然後殺人跟殺畜生 是比較容易的 殺天那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殺天 那人裡面 跟畜生裡面 人是 人 鬼 畜生 這三個大概是你可以殺的 那人 鬼 畜生 三個裡面 殺人的罪比較重 那人裡面又有分 人裡面跟布施一樣 有分田 那你殺善人跟殺惡人 殺善人的罪比較重 善人裡面 你殺發補提心的 殺慈戒的 那罪又比較重 又分防夫跟聖人 防夫裡面 發補提心的 你殺了他罪比較重 你殺慈戒的罪比較重 你發那個 那個善人罪比較重 跟殺惡人來比 那善人裡面 就是凡夫跟聖人 殺聖人 比殺凡夫重 聖人裡面又有分 出國 惡國 三國 四國 殺阿羅漢當然 比殺出國的罪還重 類似像這樣 所以 殺害眾生中 殺人的罪業最重 殺人裡面又分 殺聖人比殺凡夫重 凡夫裡面 賢人比凡人重 凡人裡面 善人比惡人重 大概就這樣 莫行戰 那麼以刀杖瓦石等傷害眾生 莫殺莫行戰 傷害雖還沒有過程殺罪 但殺的是流淚 罪輕一點 就是命沒有斷 但是你傷害他 也是有罪 這跟法律一樣 你讓人上身生命 跟你讓他受傷 這個罪是不一樣的 罪輕一點 但是還是有罪 但罪會重 第一個是你的心 故意心 第二個手段殘忍 第三個你次數很多 你殺蚊子 一次殺一千隻 殺那個小蟲 一隻殺十萬隻 那個罪就很重 你殺一條狗 跟你殺十萬隻蟲 雖然殺一條狗 比殺一隻蟲的最重 但你殺十幾萬隻的蟲 跟殺一條狗 十幾萬隻的蟲 比較重 數量上來說 那你不斷在殺 你的職業就是殺蜀 不斷在殺 不斷在殺 雖然你殺的是動物 但是你一年365天 有300天或是有100天在殺身 你這樣過了十幾年 過了一輩子 跟他一輩子 雖然你殺的是動物 但是他殺了一個人 你一輩子殺那麼多動物 跟他一輩子只殺一個人 人的罪比較重 但是你殺那麼多 你的罪比他殺一個人的最重 所以最好還要分 所以他一樣跟布施一樣 分心 分事 分田 那殺身也一樣 殺身的心 殺的對象 殺的手段 怎麼殺 然後殺的數量 那一樣有輕有重 一樣是這樣子的 那這個是殺 有輕罪 有重罪 偷到 不與取 就是不是你的東西 你不要拿 那一樣是自通之法 你不喜歡別人 偷到 偷就是你不知道的情況下 把你拿了 這個叫偷 你不知道的 那到就是你知道的狀態下 把你拿了 硬拿了 這個是道 就在你前面 就在你身上 硬把你搶過去 偷是你不知道的情況下 把你偷了 這是這樣 那偷到一樣是 不偷到 不與取 不論是國家的 私人的 佛教的 只要是一切有主的 沒有對方同意 加以竊取強奪 霸戰吞沒 就犯了道歉 包括額賴取 借錢不還 也是偷到的一種 這個叫做什麼 吞沒 你把他 你把他吞了 你是跟他借的 但是你應該要還的 但是你不還他 那其實也是某一種類的偷到 叫做額賴取 不與取 不與取 人家不要給你的 可是 你說要還 你說沒有還的 人家沒有要給你 但是你拿了 你不還的 不與取 一樣是偷當 所以依佛法 不能以飢餓疾病 或孝養父母 供給妻兒等理由來盜取 盜取的餘利成罪 但是也有分親狀 也有分親狀 那殺生很容易 就是命斷你就是重罪 那偷到就很難判重罪 現在要判那個 偷到重罪很難判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依佛陀時代 所以在戒律上 討論偷到這條罪 比討論其他的戒困難一點 殺生很明白 就是命斷 對象很清楚 就是人 這個就是重罪 根本罪 因為偷到 怎麼樣到才是重罪 因為他放根本不不放根本 差很多 比如說你受了五戒 那放了根本戒 你就不能再受了 那這個出家戒也一樣 殺到一樣 你放了根本戒 你就捨掉這個出家身份了 你就不能再出家了 不能再受聚足戒了 可以出家了 但不能受聚足戒 不能成為比丘了 好 那殺 銀 旺 都有清楚的界限 道就比較麻煩 因為以前的道 什麼叫重罪 道五錢是重罪 好 那問題來了 這五錢到底怎麼算 那有的說相當於現在五千塊 那五千也就成重 對 那個額也太重了 那有的說五錢就是五塊錢 那五塊錢就重 所以那就更麻煩 更離譜了 他講五錢就是五錢 他說這樣不合理 就五塊錢 兩千五百年前印度的五塊錢 我們現在也是五錢 還是零五規定 可是這樣不合理 要算通貨膨脹 就是說 當時印度一塊錢 是買多少米 那五塊錢買多少米 相當於現在買這些米要多少錢 例如像這樣 好 那就五千塊 那五千塊也太少了 那這樣五千塊就換根本 那不合乎 那今天要用他的自戒心神來講 大家要討論這個 然後 如果從他的 他幾種說法 一個就是 他就是照他的字面上的意思 就是五塊錢 那如果沒有 通貨膨脹換算匯率 哪製是五千塊 或五萬塊 或五十萬 不管了 這就是類似像這樣 但是也很難講 也很難算得清楚 另外一種就是 從他 從他赤戒的因緣 這個比較合乎道理 比那也因緣所顯 要看他怎麼 為什麼赤這條戒 那佛頭當時是 通道多少算重到五千 為什麼 法律規定 法律這個是 摩羯頭果的法律 那麼 這是當時的法律 這個如果到五千 就判死刑 重罪 那麼五千以下 四千三千兩千 就不一定 誰罪輕重不一定 但是這個最重罪就是死刑 那你偷到五千就判死刑 那是依當時的法律 所以如果要依這樣來講 那我們現在最重的罪 假設 假設有死刑 那什麼罪會判死刑 比如說捷火搶劫 我依死刑 現在好像不是 我不曉得了 但是如果是這樣 那麼你犯這個死刑的罪 你就是犯重罪 你就是犯重罪 或是重罪的界定在 那麼 三十年以上 或二十年以上 那麼你只要犯了這個罪 那麼 你就是犯根本 從這個角度去看 所以說 以當時的法律 那什麼是罪 是最重的 最重的罪 德克林講的你還犯 那表示你這個心是很惡心的 那麼你所有的果報就會比較重一點 好 再講到偷盜 就是所有的界裡面 要判這個罪 就是說到底有沒有犯根本 這個偷盜罪是比較 比較不容易界定的 其他的就很容易 其他殺生就是殺人 把人殺死人 這個就犯根本 邪影 就是你沒有經過 如果再加重 後面會講到邪影 那一般都講到很嚴格 只要有分淺性行為 就是邪影 其實不是 其實不是這樣的 從界律的本意來講 事先到哪 好 那我們先把這個道講完了 忘記了 我們講到九點四 我們把這個偷盜講完就好 所以他這裡講 這個沒有經對方的同意 竊取 那麼不予取 既就是偷盜 那你也不能夠因為要下養父母 供給妻兒禮兒來告解 只要偷盜的一切都是有偷盜罪 那現在講到就是輕跟重的問題 這一條就是現在還有不同的說法 但是一般如果我們從 用自戒的本意來講 就是違反國家最重的 那個就是根本 那是根本 這樣比較是合理 好 那麼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下次才從不邪迎界開始講 大家合掌合相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苦極於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謝謝